银河坦陀罗 因为你在这个世界上的梦是清晰的 是永恒的 你们好 亲爱的星星兄弟 星星姐妹们 这里是埃斯塔指挥部 科罗特隆星际基地 我们和你们在一起 你们也和我们一道 正目睹着整个融合过程 此过程开始在你们中间发生 你们的世界正穿越着这个光之环 并暴露在日益增长的 来自银河系中央太阳的能量之下 而这股能量会经由你们之间的关系 尤其是男女之间的关系 来促进宇宙意识的发展 你们所在的整个宇宙 是依靠男性能量与女性能量之间的平衡来维持的 在这个宇宙中 男性与女性能量的融合 将引发二人性走向合一的转变 在宇宙范围内所发生的 也会在你们周围发生 这个融合的过程就叫 银河坦陀罗 这是一个过程 在此期间 你们会彼此相遇 你们会以男人或女人的身份相遇 同时也会以天使存有的身份而相遇 你们之间的合一 是依靠所有存在层面的转变能量来建立的 真正的内部连接是依靠相互沉浮 沉浮于你们所看到的对方美丽 这种美丽代表着进入合一的大门 为了能感受这一点 你们需要让彼此靠得更近一些 需要让自己倾听到自己的内心 而不是感到害怕或恐惧 除了具有开放的心态 一种更靠近 更融合的趋势也是需要的 更靠近的趋势是指聚焦能量 并引起融合 这是你们内心中的神圣意志 一旦靠近接触建立起来 你们可以通过真诚的交流 通过感情共鸣 以及肢体互动来强化这种建立 当接触变得更加深入的时候 七十三 当所有你们能感觉到的能量 被表达出来的时候 这种接触会转变成一种纯粹的宇宙之爱 它会超越了男女之间的关系 这时 两位存有或者一群存有 就会融合并成为一个光之宇宙天使存有 再通过一一 一一次元门户开放 并进入到合一世界的转变期间 你们将会碰到众多存有及灵魂伴侣 并且你们也会与他们建立亲密的关系 在这些关系中 你们将会找到满足感 因此 在你们的生活中 去释放掉 所有不能给你们带来快乐的关系 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 如果你们想做到这些 只有以爱的方式 原谅所有人才行 你们将会遇到你的理想伴侣 因为 对于决定通过转变 进入到合一世界的每一个人来说 与理想伴侣的相遇 是神圣计划的一部分 积极的准备是对你们来说 是有好处的 因为你们 与理想伴侣之间的关系 同你们对自身的关系 几乎是一致的 因此 除非你们学会接受自己 并且具有生活于合一世界的意识 否则 你们也不会碰到你们的另一半 当这种相遇发生的时候 将会是一次通往更好方向的巨大转变 你们将会经历亲密的合一 经历到两位存有的无限融合 你们将会感受到宇宙之爱 它会给你们之间带来和谐的对齐 所有的妥协都会消失 二人性不但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现实 你们将会以集体的方式 与其他星星人类建立连接 在这些群体中 一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疗愈将会发生 并且 在群体中的每一个人 亲密关系将会占据主导地位 极度与占有的想法将会消失 信任将会加深 关于性能量接触及交换 这些二元世界中的禁忌 将会被超越 众所周知 在二元世界中 身体的某些部位通常是不能被触碰的 这会限制你们的意识 所以能超越这些限制 当然是非常好的 也许很多次 你们会压抑性能量 其实你们并不需要 直以性行为的方式来表达 有时候可以通过温和的触碰 就足以能够表七十四答 并使这种能量能一直存在下去 最终会转化为爱 在合一的群体里 你们之间会发展出一种彼此支持的关系 并形成某种联合 这些群体会在光之行星网络中 成为人生之星 相互碰面 建立团体 彼此触碰 并融合一起 相互融合会释放掉所有的内疚 并成为幸福 因为你们的快乐也是我们快乐 我们会和你们在一起 七十五光之岛 在最后纷扰的岁月中 新现实的绿洲将会显现 一个没有时间的区域 你们好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 这里是埃斯塔指挥部 科罗特龙星际基地 我们和你们在一起 你们也正和我们一道 在地球上创造天堂 天堂与地球的融合 将会在新现实区域里开始发生 就是所说的光之岛上 这些光之岛 是新时代的社会群体 在那里 人们会有意识地 为进入合一的世界而做出决定 基于那样的决定 他们才会让新现实来到他们中间 也就是说 你们是依靠你们自己的决定 来创造新现实的 是通过你们之间的相互协定 来创造新现实的 如果你们都赞成通往合一世界的转变 那么它真的会发生 你们的星球正从二人性区域 转变到合一区域 与此同时 你们也可以做出决定而走向合一 光之岛是于1994年12月12日就开始被建立 那时 地球通过了12.12飞行门 并且从二元性最稠密的能量中解脱出来 也就是在那天 新时代开始在这个物质世界中显化 也就是在那天 整个世界开始更自由地 进入到11.11分次元门 互开放的更深层面 灵魂家族 灵魂伴侣 以及双生灵魂 都会在光之岛上相聚 新的人际关系将会在他们之间建立 而这些关系将超越爱的能量与性的能量之间的分离 超越人类与神之间的分隔 在那些群体中 亲密的连接将会在各个层面上建立起来 当然包括物质身体的连接 由此 天堂与地球之间的融合将会被建立起来 那些开放的亲密连接 将代表着一种磁性吸引 以吸引来自宇宙之爱和神圣恩典的能量 这些连接会在你们的物理世界中锚定合一 由此 能量漩涡将会被产生 并提升整个集体意识 从二元性进入到合一 在那样的群体中 一个扬升过程 一个为合一世界的集体启蒙过程 将会发生 76在光之岛上 你们会从内部发展刚紧密的合作关系 特别是与我们之间的密切合作 阿斯塔指挥部的代表们 就住在天空中辉煌壮丽的光之岛上 也就是你们所说的太空飞船上 我们可以住在更广袤的太空中 但鉴于诸多原因 我们决定安居在璀璨光亮之城 也就是在太空船上 在星际的光之岛上 我们相信了所说的美丽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让美丽环绕着我们自己 不管我们身处何方 在你们与我们光之岛之间 能量流将会随着时间而建立 每一个你们所创建的光之岛 都会从我们这里接受到 一个以太的星际基地 它会高高飘浮于光之岛上 并用阳升的能量度来围绕着它 在每一个光之岛上 至少有一位阳升大师 将会以物理身体的方式出现在那里 虽然第一批光之岛会很快地被建立 但在第一波阳升志愿者以阳升大师的身份返回到地球后 会有更多的光之岛出现 许多返回的阳升大师将会建立光之岛 光之岛将会建立在能量极为纯净的地方 当思维 感觉及行为都很纯净之实 光之岛才会被建造 但在这之前 需要有一个像合一世界的全然臣服 因为所有基于二人性世界的群体 都会在随后几年内分崩离析 对于光之岛来说 完全的自我依赖是非常重要的 自我依赖指的是能量来源 指的是食物及金融收入 当巨大的转变来到你们世界之时 光之岛会在纷扰混乱的世界中 成为和平稳定之岛 先信人类将会从光之岛进入到合一世界 并帮助光之岛转变到新的次元 并且 仅仅光之岛会成为未受影响的一些地点 因为与之前相比 它们会以更高次元意识而存在 因此 以全然清晰的意识来创建光之岛 是非常重要的 七十七 怎样创建光之岛 创建光之岛的第一阶段 是发生在你们自身内部 成长的过程就是一个准备过程 为在光之岛上平凡的生活而进行准备 因此 从人际关系中学习 然后依靠自身去努力实践 这样将是非常美好的 都是在做准备 去表达你们内在所感知到的天使临在 也是非常好的 你们这样说 我宽恕自己 是因为我不属于这个世界 我们所创造的光之岛也不属于这个世界 但是 在这个世界中 光之岛将会提升至光之点 你们会与星星家人相遇 并会在不同的群体中相聚 所有这些都是为在光之岛上生活而做的准备 你们所有人都有内在的渴望 渴望在光之岛上生活 你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尝试在自己所属的群体中 创建社会团体 当所有那些对光之岛产生渴望的人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 不管他们属于哪个群体 光之岛的第二阶段建设工作就宣布开始了 实际上 这并不要求他们属于哪个群体 但你们的国家 许多公共生活项目都在涌现 当这些方案融合在一起后 那样的社会也终将开始在物理世界中显化出来 在加州 所有新时代团体都会被认为是同一能量漩涡中的一部分 这个能量漩涡在洛杉矶有一个中心 并且也是新时代地球上12个主要能量漩涡中的一个 因此 在美国 光之岛会靠近洛杉矶而建 洛杉矶将会成为白色之城 光之城 而美国将会成为绿色国度 爱之国度 你们的世界会是一颗蓝色星球 是银河光之网络中的一个光点 我们最终将成为全然的合一